大家好,今天的精裝快報,12月15號 香港時間1點51分,在紐約那邊就收了市了 那邊應該是4點51分了 當然啦,香港時間就是半夜了 我們看看今天的市況,更新一下 螢光屏上面就是有今天的,先看導言詞指數 導言詞指數是今天30199.31,升了337點 那記得昨天我說,兩個指數顯示會升 而一個指數就是打橫行 那就是,所以我昨天呢,在沽出的股票 我昨天沽出的股票,我昨天沽出的OXY 我也是沽兒的,昨天是平倉 那就,因為預計今天的市況都會有些回升 那所以,導言詞指數升了337點 那看回這個圖,這樣看吧 那今天的得高位,就是低於昨天的高位 今天高位是30243 昨天呢,就是30325 那昨天的低位呢,就是29849 那今天的低位是29894 所以反正來說呢,在這樣的勢來說呢,就叫什麼呢? 就叫做,橫向徘徊 OK?那變成這種,這一種市況呢 就是比較難觸摸的 一兩天的而已 你過一兩天就會知道市況是怎樣的 對不對? 已經入了課的朋友不用擔心 但是未沽空的朋友,如果想沽空 也應該要忍受一下 好像人家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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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家說風水一樣 看照片一樣 好了,看回這個S&P 500 S&P 500 在面前來說 看三月的圖,大一點 OK? 和道指一樣 今天的高位呢 是低於昨天的高位 今天的低位呢 就是高於昨天的低位 這樣 所以呢 S&P 500 和道指的走勢一樣 是橫向發展 OK? 雖然是橫向發展 但是它只是在一個上升軌上面 45度的上升軌 基本上 所以來說呢 是橫向,但是偏好 那道指是不是橫向偏好呢? 但是納斯達克指數是怎樣呢? 納斯達克指數是怎樣呢? 納斯達克簡直是好的 納斯達克指數是怎樣呢? 納斯達克簡直是好的 昨天納斯達克指數已經大了上去 就是昨天收12440 今天來講 納斯達克再收高155點 就做12595 普遍來說 納斯達克還是上破位 12607是高位 納斯達克正是剛剛在高位的頂上碰住 那明天會不會一舉直接衝破呢? 機會呢 就不是沒有的 不過 一般來說都會橫行一日半日 正常來說 那如果一舉衝破的話 那IT股就有機會向上升 那道指也是的 那道指的高位 那道指的高位就是在昨天的30325 昨天的30325 那今天來講就是30199 那是貼近高位的 所以如果一舉衝破的話 那就不錯了 那就可以繼續持有 那如果道指的納斯 明天在高位不可以上的話呢 那就可以沽回一隻半隻股票了 但是現時來講都是那句 兩個月前講到現在的了 就是大使一路向好 直至到聖誕節為止 那聖誕節才再細算 那而在細度上面呢 那些油的future已經升到50元一桶了 所以就由價股一路直接向上 那個人呢 就不太喜歡買入的 那所以呢 就等大家賺錢好了 你們去賺吧 好像XOM呢 今天都升了1.94 ET今天都升了0.58 所以呢 就是各類的油股仍然都是 非常之向好 OK 這個恆生指數 是 再次的恆生指數呢 就收26207的 跌了182點 那 那 在 美股 向上的時候 恆子呢 反而看到的勢呢 恆子正在回落 OK 恆子正在回落 是向著哪個位置呢 向著25909方向 恆子是向著25909方向 那 那 因應我上次的圖 它 貼近上面的上升軌的時候 就向下 那 好像一個金箍咒那樣 很靈驗 台灣指數了 台灣也有朋友在這裏 台灣指數 一樣是氣勢如紅的 一樣都是 你不要看它昨天跌了142點 所以氣勢如紅 就看圖上面 我看著那個虛線 它一路向右手邊的時候 是作為40度的傾斜向上的 OK 那現在就是 有少少華力回吐的積長 OK 但是呢 台灣指數 長遠當然是向好的 現在現在的短時間是華力回吐 那華力回吐呢 就是 上個月有140-81 最低位 今天140-53 就破了少少 所以呢 在台灣 希望它在這個140-10 或者14000點 可以找到支持 14000點 找到支持 台灣指數呢 是仍然會繼續向上的 精裝快捕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以及希望大家可以轉發 加入Patreon 每個月捐5元 就給我買書給小朋友用